是的主播高雄市三民第一分局凌晨货报 在万全街有纠纷 袁警到现场已经没有冲突情势 但是发现苏信男子眼睛戳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袁警将协助苏南送网高一治疗 然后展开侦办 经过调查苏南与妻子 在酒吧已久之后搭乘白排车返回住家 但是已不满收费过高 与陈信司机在车内发生口角 而在下车之后遭司机徒手殴打 造成眼睛挫伤 陈信司机随后便驾车离去 本分局随即展开侦办 立即锁定陈南身份 火速于案发后两小时内查获陈南盗案 陈南盗案也向警方表示 他也遭到苏南殴打头部 因此相互提出伤害告诉 全案一伤害罪将两人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另外陈南以自用车辆违法经营计程车 警方也将相关资料 已请高雄市府交通局裁处 以上是最新状况主播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市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市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